但是發覺其實同行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之少 對於我這一類的朋友來講其實是有少少深淡的 當年來講 但是為什麼一路都沒有放棄一路都還關心社會呢 是因為其實當年有很多朋友都會講 其實現在世代之鎮 你趕不走班立法會裏面的老人家 你也不用運行又或者怎樣 但是我當時有個想法就是 現在的人越來越長命的嘛 不是說好像十幾十年前 可能四五十歲已經要準備生後事 現在這個社會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香港 是說全世界最長壽的社會之一 變了其實我們是必須要是各個階層 各個年代的朋友都要是真的要 是花心機去怎樣去想 令到所有人都是走出來 是怎樣去 是真的去觸動到他們去關心這個社會 那都不知道是大家很幸運 還是有少少悲哀 那政府是一直又搞國教 然後又電視容給我們看 當年香港電視這些 五法牌這些事件 積累了下來 越來越多人 發覺原來越來越多階層 都是會是 就是要理解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都走過這麼多年的日子 都發覺其實真的 我們那個社會要變革呢 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所說 要靠世代之爭 或者真是我可能年輕人 爭贏這個老人家 反而是要真是世代共融 我們其實就是這麼多位的朋友 在香港可能已經生活了四五十年 很多不同的經驗 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 其實都是一些很寶貴的東西 是怎樣去運作好我們的社會 那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那其實我們是 就是我們今天遇到這麼嚴重 這麼嚴峻的環境 那其實我們 我想我們在座這麼多位都已經是明白 我們必須要整個社會去協作 是整個社會一起去行 才能做到事情 那其實我在這個選區議會的過程中 我都見到有很多是 很感動的故事 因為我以前就是 雖然說我自己心底裡 其實是很不喜歡所謂 世代之爭這個形容詞 我其實真的很想做到一個 世代共融 是讓老人家知道 年輕人也知道老人家有什麼經驗 是值得要留下來的 那但是其實有時候都 有種先入為主 見到老人家 可能都未必想得明白我們想怎樣 但是其實 其實在我這幾個月的競選經驗裡面 跟很多老人家聊天 因為其實我所身處的選區 是我在青衣島那邊的選區 其實我青衣島裡面 其中最老 平均年齡是最老的其中一個選區之一 就是我那區 那我其實是見老人家 多過見年輕人 有很多 年輕的朋友都說 你拿進年輕的票 那你不用去 怕老人家 見老人家 但是 我後來發覺 其實這個當初的想法 是有點錯誤的 因為原來最支持我們 是很多的銀發族 很多說六七十歲 甚至乎有些朋友是八十幾歲 他們都特意走下來 是特意知道我何時開站 是去鼓勵我 因為原來就是正正 有很多的老人家 是有很多的以往 可能是說六七暴動 甚至乎可能是 以前從大陸下來的經驗 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社會 如果不去 真是重視去保衛我們的制度 守護我們的法治 守護我們的民主的追求 我們的社會就會崩壞到 好像現在大陸那樣 是萬勤不服的 那些好人的 真是會照顧別人的人 全部不是去了外國 就可能進了監獄裡面死了 那 我們 見證過這麼多事情的老人家 其實反而核澤更加明白這個效果 所以 我也很感動 今年可以是每個選區都會有人 走出來 去 跟所有的階層同行 一起去創造了今年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歷史 就是有七成的區域都可以光復到 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這一面 所以我都長話短說了 我都是很希望各位的朋友 無論什麼年齡都好 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 只要我們還是生存了一秒 我們一定要為這個社會去走下去 哪怕 你可能坐樓椅 哪怕 我可能是 比較年輕 可能比較幼亂 總之 我們要追求這個香港去光復我們 應有的制度 應有的秩序 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努力 去一起走下去 我好希望大家 要記住我們的信念